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老五和他的朋友们我是老五 今天这期啊跟大家聊一聊关于伊朗又怂了的这种讨论 最近又是甚嚣尘尚啊 始作俑者是谁 始作俑者是海外的这些媒体啊 伊朗是否要报复以色列炸了叙利亚的大使馆呢 这个话题它本身是一个假议题 为什么我这样讲 待会儿会跟大家解释啊 今天会借用王毅宇布林肯通电话 讨论中东乱局 一起跟大家聊聊为什么说伊朗报复以色列 它是个假议题 今天也会跟大家解释解释很多同学所关心的 伊朗又怂了 那伊朗要不要报复以色列呢 一起跟大家聊一聊 未来中东局势将如何发展呢 大家听我慢慢来聊啊 首先跟大家聊一下海外媒体报道伊朗是否要报复以色列 最新的一个消息 大家感受一下啊 这个消息会给大家带来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啊 首先啊 这个标题是啊 伊朗向美国发信号啊 称不会为使馆袭击仓促行动 那我相信很多同学就会得出那个结论 你看伊朗又怂了吧 其实这个标题更可怕的还不是什么伊朗不会为这个使馆袭击仓促行动哦 最可怕的是啊 这个前半段的伊朗向美国发信号 伊朗向美国人低头了是吗 这个媒体是啊 这个路透社啊 路透社报道的啊 伊朗多名消息人士称啊 伊朗外交部部长阿普都拉西洋啊 然后呢向这个呃 向这个华盛顿传话啊 这个我们伊朗不会为这个使馆袭击事件啊 仓促的行动报复以色列 你从这个新闻内容 大家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感觉 那就是伊朗不仅怂 伊朗还向美国人多多少少有点妥协 而且呢 然后打落牙齿 他祸学吞了 这个使馆被袭击啊 伊朗他也不反抗了 刚才跟大家讲啊 这样的一个意思 其实对于伊朗来说 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一个事情 为什么呢 他不仅是啊 展示了美国好厉害 他还挑拨了阿拉伯世界与伊朗啊 为什么呢 你伊朗都跟美国人沟通了 那阿拉伯世界 现在得罪美国人 那简直得不偿失啊 对不对 伊朗都向美国人低头了 伊朗都开始啊 向华盛顿传话了 你看伊朗多名消息人士称 对不对 伊朗向华盛顿传话了 那阿拉伯世界 如果继续得罪美国人 那未来 那美国人在中东地区的政策 会不会改变成扶植伊朗 然后打压阿拉伯世界呢 就像现在的沙特与伊朗之间的关系一样啊 对不对 所以说这种消息 他透露着一个坏啊 这是我跟大家讲 为什么说始作俑者 是海外的这些媒体 他为什么这样做 他当然有他的一个目的啊 大家记住西方世界对于中东地区的事情 一直以来 他的操作手法都是围绕着千年的仇怨来做文章 什么教派的冲突 对不对 什么种族的矛盾 然后啊 这个波斯人阿拉伯人 什么什叶派逊尼派 天天都给你这么玩 只要是中东地区的啊 波斯人与阿拉伯人一直斗下去 然后什叶派与逊尼派一直斗下去 美国就可以往这片地区来伸手 一直以来都是这样去玩的 从英国到美国 没有任何的一个改变 总而言之 你们自己到我外部的 外部的力量 就很方便的进入这片地区啊 大家记住 这个习惯一直都没有改 他一直在调中东地区内部的矛盾 包含从啊 这一次巴以冲突恶化以来 加沙的局势恶化以来 也是这么去搞的呀 比如说从最开始 哈马斯袭击以色列 是为什么呢 是因为伊朗人想要破坏 以色列与沙特之间的和谈 要破坏沙特成为地区的啊 这个宗主国地区的大国 对不对 伊朗要跟沙特争老大 永远都是这种 永远都是这种报道的方式 可是真实的情况是什么呢 是沙特与伊朗拉着销售 加入金砖组织啊 所以说大家看待 中东地区的这些新闻 多多少少得小心海外的媒体 他跟你这么去玩 不仅如此啊 今天还得要从伊朗的角度 跟大家聊聊 伊朗到底是不是又怂了 咱们也得从美国的角度来聊聊 完了之后再跟大家 结合王毅与布林肯的这个通话 大家也就明白 哪怕是反对 他反对背后的意思也不一样啊 咱们先聊聊啊 伊朗到底是不是又怂了 其实之前就跟大家聊过 然后啊 以色列现在这个动作 他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意思 都在以色列炸了这个伊朗 驻叙利亚的这个大使馆 什么意思 其实就跟以色列之前炸死了 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军官一样啊 都是同样一个道理 这个道理是什么呢 很多同学认为这是一种挑衅 杀了伊朗人了 伊朗不报告就是怂了 国际政治啊 先别那么直 咱们先绕个圈 以色列人为什么在黎巴嫩炸 为什么在叙利亚炸 他为什么不直接炸这个伊朗啊 直接轰炸德黑兰多好啊 对不对 直接轰炸德黑兰啊 弄着这个伊朗的这些 这些啊 这些最高的领导人炸他们 为什么这么去干 他为什么要炸叙利亚大使馆 为什么要炸黎巴嫩大使馆 对不对 除恶物尽 你擒贼你要擒王啊 你为什么炸周边呢 原因很简单 以色列在干嘛 以色列在激怒伊朗人 大家把这个东西看清楚 真的是想要除恶物尽 然后啊 擒贼擒王就直接炸德黑兰 干嘛要炸大使馆 炸黎巴嫩 有这个必要吗 对不对 那以色列要激怒伊朗人 他要达成的一个目的是什么 之前跟大家讲过 正当性不仅是正当性啊 而且他要改变 然后巴以冲突的这样的一个局势 现在整个中东的乱局的核心是巴以冲突 如果说伊朗加入进来 这个冲突的定义就会改 他会变成什么呢 变成啊 一一一啊 之间的一个战争 对不对 而且呢 如果说伊朗袭击了以色列的本土的话 以色列就会得到什么 战争的正当性吗 我要保家卫国了 你看我炸了什么叙利亚的大使馆 炸了什么黎巴嫩 你的人 对不对 你伊朗的人 我炸了是炸了 但是我炸的是黎巴嫩 我炸的是叙利亚 我没有炸你伊朗的这个本土啊 如果你袭击我啊 这个以色列 我就获得了战争的正当性 以色列与伊朗正面开战 往后去想会有什么样的一个结果 之前跟大家讲过 以色列再不计 以色列的空军也强过伊朗的空军 伊朗的强处 伊朗的优势是在于啊 一些啊 这个物美价廉的啊 这个这个无人机 以及伊朗最近所推出来的一些啊 高潮因素的弹道导弹啊 这个东西啊 是伊朗的一个优势 可是高潮因素弹道导弹 打击以色列本土目标 得不偿失 这个高潮因素的弹道导弹 打谁成本才会啊 这个获利才会最大 打航母啊 大家把这东西看清楚啊 这个啊 超高因素导弹 打这种 打这种地面的这种目标 你炸不出来什么多大的一个优势啊 而且浪费资源 但是呢 如果说伊朗以色列开战了 然后的话 以色列就打着 我要保驾卫国的这个旗号 然后去炸 去炸这个伊朗的话 以色列的空军的优势 就可以保证 以色列摧毁伊朗的电网 对不对 最近就有消息传出来呀 以色列有那种啊 专门针对啊 专门破坏电网的这种电磁的炸弹 只有扔下去 一片一片的电网 全废掉 对不对 如果摧毁了伊朗的供电系统 伊朗会有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原因很简单呢 对不对 然后的生产就会受到限制啊 生产受到限制 不管是哈马拉斯 黎巴嫩的珍珠党 对不对 包含什么叙利亚伊拉克的这个 这个游击队 还有也门的互赛武装 他们的武器的来源 就会受到极大的一个影响 瞬间解压了 我跟各位讲 如果伊朗跟以色列打起来了 美国第一个跑 为什么美国会跑 待会儿跟大家解释啊 从美国的角度来看这场冲突啊 然后的话 那如果说以色列跟伊朗 真的是正面打起来了 伊朗的生产受到了限制 伊朗独自面对以色列 而且战争的目标 战争的焦点将会转移 将会变成以色列与伊朗的一个战争 巴以或者说加沙地区 谁还关心啊 对不对 大家全去关心伊朗跟以色列啊 正面开打了 而且对于以色列而言 从空军的角度而言 还有优势 在加沙城内打 以色列的空军发布 发挥不出任何的一个优势 而且以色列还得面对指责 这个指责你没有人道主义 对不对 然后呢你啊 针对这个巴勒斯坦的啊 这些平民 针对加沙地带的这些平民 你以色列都不是人了 但是如果说以色列跟伊朗打起来了 以色列拿着空军去炸伊朗人 对不对 这个时候全世界给以色列的压力将不会那么大 为什么呢 因为伊朗这个国家在全世界跟巴勒斯坦来说的话 没法比巴勒斯坦有大量的中小型的国家同情 然后为什么呢 也是因为美国人以前留的一个种子在这里 美国一直不解决巴以的问题 一直在这个问题搞来搞去 也想着拿着巴勒斯坦来牵制以色列 对不对 然后呢 美国一直留着这个东西 所以说巴勒斯坦还算是保留了一定的正当正面的一个角色 伊朗基本上是一个负面的角色 欧洲这些国家 然后他必然也会转向支持以色列 大家等着看就行了 所以说大家就会发现一个结果 伊朗如果正面与以色列发生冲突了 然后他这个不仅解决不了巴以之间的冲突 不仅解决不了加沙的困局 而且还会造成反击以色列 反击美国的这些武装直接受到影响 对于伊朗得不偿失的事情 伊朗为什么要去做呀 最开始跟大家讲 伊朗报复以色列 这个事情本身就是多多少少有点伪命题 为什么伊朗人自己都说了 我们不是报复以色列 我们是报复以色列和美国 对不对 大家把这东西看清楚 而且大家还得记住 伊朗人的敌人不是以色列 伊朗人的敌人是美国 因为谁造成了中东现在的这样的一种局势 是美国人 尤其是二战之后 美国人拿着以色列影响中东地区的一个局势 而且玩中东地区的内斗 以色列斗这个 对不对 或者说伊朗斗沙特 沙特斗伊朗 总而言之逊尼派斗什叶派 对不对 什么这个波斯人斗阿拉伯人 永远这么玩 对不对 谁造成了中东地区的乱局 是美国 你把伊朗的敌人看成美国 你看这些问题 你会看得极其的一个清楚 而且对于伊朗人而言 伊朗的武器打击美国的航母很方便 打击以色列没那么的方便 高潮因素的导弹 这玩意儿要打出去的话 他要打出一个大成果的话 就针对航母就可以了 打以色列那点目标不值钱 伊朗人的态度其实非常的清楚 我不是单纯的干以色列 而且干以色列解决不了中东的乱局 而且没准会把整个局势给破坏了 以色列为什么要这么去干 有这个必要吗 要干干谁 干美国 伊朗想要干美国人 这个事情他怂吗 他不怂吧 要答就答最硬的 他不怂吧 对不对 那讲到美国 咱们就要从美国的视角看一看这场冲突了 对不对 为什么刚才跟大家讲了一句啊 如果以色列跟伊朗打起来了 美国人马上走人 为什么你看看美国最近的一个表现 然后一边是压一压以色列 对不对 然后道义上压一压以色列 但是那个武器弹药还得给这个以色列供应上 这是美国人玩的两个手段呢 一方面拿人道人道主义压以色列 另外一边呢 他实质上还在支持着以色列 美国人为什么这么去干 美国人想要的是啊 既要拿到实质的一个利益 要用以色列牵制中东内区 而且美国还得维护着自己的一个形象 因为我美国维护的是人道主义啊 你看因为人道主义的危机 我对着这个以色列施压了呀 美国还要自己的位置 既要里子 他又要面子 这是美国人玩的 对不对 而且呢 刚才跟大家讲 美国人为什么会跑 美国人现在耗在红海之上 面对野门忽赛武装 现在卡在这了 走也不是 不走也不是 不走对不对 那挨揍 不走啊 那个浪费自己的钱 浪费自己的武器弹药 一个不小心 真被野门忽赛武装给干了 那美国人得不偿失 对不对 那不 那那那走呢 走就丢脸了 那不就输了吗 面对野门忽赛武装 红海这边 美国就放弃掉了 美国对于红海 没有任何的一个影响力了 美国人走也不是 不走也不是 但是如果说 伊朗跟以色列搭前了 美国人可以说哎 局势乱了 局势乱了 我得保存实力 在防止这个战火的外延 防止这个战火的外溢 我美国先撤一撤 美国必然要这样去做 而且美国人从红海脱身了 美国人就卡不在这了吗 对不对 而且呢 美国人可以说伊朗很坏呀 对不对 伊朗你这个国家多多少少有点问题 你竟然 对不对 如果说伊朗啊 攻击以色列的奔土的话 美国人也会说 以色列多多少少也有点自卫权吧 以色列也是个国家 对不对 以色列跟伊朗打仗 对不对 然后以色列多多少少也是有正当性啊 以色列也获得了正当性 以色列从一个攻击贫民造成啊 造成大量贫民死伤的这样的一个国家 一个坏蛋国家 变成了一个拥有一定的正当性的一个国家 美国人支持以色列 他又可以支持的更加的理直气壮啊 对不对啊 然后的话 美国不仅自己抽身 而且可以更加明目张胆的支持以色列 然后跟伊朗打仗 就像我刚才跟大家讲的 以色列的空军面对伊朗有优势 美国再支持一下以色列的空军 然后起码炸一炸伊朗的这个电网 影响伊朗的商产 生产 那整个中东局势 那些游击队 那些珍珠党 对不对 那些胡塞武装 马上实力受到直接的一个影响 所以说美国到最后会收获什么 即即收获了一个正当的一个形象 你看我不希望这个战火的外延 但是伊朗生气了 伊朗怒了 竟然攻击了以色列的本土 以色列也是个主权的国家 对不对 他也有啊 防卫权 他也有自卫权 对不对 所以说呢 哎 这个我美国对于以色列 也是人道主义的同情 美国人不仅从红海解套 而且可以更加明目张胆的支持以色列 对不对 而且呢 如果以色列影响了伊朗的生产 伊朗的工业的话 那整个中东地区 那些游击队 瞬间没劲了 瞬间没有能力袭击 这个美国的军事基地 对不对 然后袭击以色列的能力 也会大幅的降低 这就是美国的一个玩法呀 对不对 可能有些东西说了 美国一直以来也在喊着这个 不不希望这个战火的外溢 也在反对啊 这个伊朗不要生气啊 我美国也在压一压这个以色列 美国人为什么这么去玩 刚才跟大家讲了嘛 既要面子又要理子嘛 要保持正自己的啊 那个正义感 对不对 要维持自己正面的一个形象啊 那咱们讲完美国的视角 咱们再结合伊朗的视角一起来看 大家就会得到另外一个结论 那就是伊朗不做让美国人得力的事 伊朗的敌人是谁 为什么跟大家讲 伊朗的敌人不是以色列 伊朗的敌人是美国呀 只有让美国退出这片地区 然后的话 这片地区才会重新迎接和平 按照美国的方式玩下去 永远的踩一捧一 永远的利用以色列 然后影响中东地区这些国家 那对于美国人来说的话 赢麻了 那对于伊朗来说不是个好事啊 所以说大家如果看清楚来了啊 这个伊朗的敌人是美国 大家也就明白伊朗为什么会有现在的这种操作 他不是怂 而是知道这样做 对于整个局势不好 对于自己也不好啊 而且让美国人得力 他为什么要这样去做 美国的媒体为什么要报道 有点见搜搜的 报道好像伊朗跟通了美国 伊朗暗示美国 伊朗告知美国为什么要这样去做 而且还称啊 这个伊朗啊 这个不会为使馆袭击啊 仓促行动 好像伊朗软弱了 海外的这些媒体为什么要这样去报道 大家明白了吧 那讲到这儿的是有些同学说了 那如果不打 那这个局势 那什么时候算完 刚才跟大家讲了一个重点 中东地区的重点是什么 是加沙的局势 是巴仪的冲突 对不对 重点是要解决巴勒斯坦要建国 这样的一个问题 巴勒斯坦如果建国 直接影响的是以色列 影响了以色列 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大幅降低啊 对不对 所以说重点是什么 重点是巴勒斯坦要建国 而不是说把重点变为 以色列与伊朗之间的一个冲突啊 整个中东地区的乱局 它的意义就完全变了 你不能够改变这个焦点呢 但是我相信很多人也会担心 那什么时候才能算完 那就要看 中美两个大国是如何玩的 美国呢 然后呢 为了维持自己的一个形象 他其实表现的也是反对 什么这个局势恶化 战火蔓延啊 反对的也是啊 大家啊 这个打仗 伊朗不要打 以色列你也不能打 对的 美国是展示这种形象 但是美国这样去玩 是假的 一边对不对 反对以色列 一边给以色列啊 武器弹药 对不对 然后中国 中国其实也反对战火的蔓延 那中国跟美国这个反对 看起来都是反对 但是他背后的意义完全不一样 咱们先看一看啊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啊 这个米勒啊 他谈到了啊 这个布林肯与中国啊 这样 然后呢 通电话了 中国的外长王毅通电话了 如何如何的 然后呢 这个美国的这个国务院发言人 米勒称啊 然后我美国明确的告知了 中国土耳其和沙特 还有欧洲的很多的这些国家的外长 你看美国跟世界老大一样啊 我美国告知啊 告知了他们了啊 伊朗和以色列的冲突升级 不符合任何人的利益 各国应敦促伊朗 不要升级局势 美国人为什么这样去说 因为确实伊朗不会有大动作了 然后借着这个事情向全世界展示一下 我通知各位 我们美国人已经得到这个消息了 然后这个局势啊 然后的话 不这个局势 我警告过伊朗了 伊朗也不会升级这个局势了 我美国还不还是不是这个世界最厉害的 美国做了这个表态 然后呢 这个中国的外交部今天回应了记者的这个提问 然后的话 啊 这个美国是不是与中国与中国的外长王毅通电话了呀 布林肯是不是打电话了呀 打了什么样的一个内容啊 中国的外交部回应称啊 这个王毅应约与布林肯通话啊 这个布林肯通报了美方对当前中东局势的看法 王毅外长表示 中方强烈谴责对伊朗驻利亚使馆的袭击 强调外交机构的安全不容侵犯 伊朗和叙利亚的主权应该应该得到尊重 这一轮形势升级是加沙冲突外溢的最新的表现 当务之急是尽快平息加沙冲突 中方呼吁冲突各方切实执行联合国安全理事会 第2728号决议立即停止停火止战 阻止人道主义危机 中方将继续从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出发 为中东问题的解决发挥建设性的作用 为局势降温贡献力量 美方尤其应该发挥建设性的作用 中国为什么做出这个表态 尤其是啊 这个这个中国外交部的这个发言人毛宁啊 引述的这个王毅与布林肯的这个通话 大家大家听完 我跟大家读完 大家应该发发现一个重点 这个重点是什么呢 一是加沙 二是2728号决议 什么意思 归根结底还是巴勒斯坦要建国呀 这个议题不能模糊啊 中国是不希望战火外延 但是的话 重点要放回巴勒斯坦建国 其实现在中东地区的局势 对于美国人已经非常的不利了 比如说 然后他这个爱尔兰和澳大利亚 现在都发言了 对不对 尤其是爱尔兰的外长讲话 非常的一个硬啊 不管谁反对 不管谁怎么说啊 我们就是要支持巴勒斯坦要建国 对不对 以色列反对没有任何的一个用处 我爱尔兰就是这种态度 现在西方的这些国家 关于巴以冲突 这个态度也展示的非常的一个清楚了 巴勒斯坦建国正在进行当中 如果说这个事持续往下去推 以色列必然受到影响 以色列必然要妥协要低头 不低头 对不对 然后他未来这个世界会教以色列做人 但是如果伊朗以色列打起来了 那巴勒斯坦建国这个事 马上就得停 这个世界马上就得讨论 以色列和伊朗打起来 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影响 如何阻止 如何如何 这一这一摊破事 他又又得重新给推出来 让巴勒斯坦建国的事 又得往后延 以色列在加沙 再搞什么样的事情 获得的关注度又得降 其实中东地区的乱局 它的本质是美国要维持自己的霸权 自己在地区上的影响力 中国呢 然后的话是想要把这个美国的影响力 从中东地区挤走啊 这是中东这一次乱局的一个核心 大家把这个东西看清楚 看清楚之后再提到什么 伊朗又怂了等等等等 就这种观点 其实大家真的是要深入的去想一想了 其实这个问题 你往前去想一步 想两步 可能才能想明白 但是总而言之 记住焦点不能模糊 焦点模糊了 整个事全乱了 大家如果只关心 只看到伊朗与以色列的矛盾在增加 伊朗跟以色列要打起来了 那加沙地带还有谁管呢 加沙地区还有谁管呢 加沙地区没人管了 然后的话巴勒斯坦建国还有谁理啊 巴勒斯坦建国这个事没人理了 以色列那简直就是得到了大号的一个支撑啊 对不对 而且以色列跟伊朗开战 那可能是两个主权国家的开战 这个世界道义上的啊 这种支持可能又得发生偏转 其实就像前一段时间大家讨论的联合国的决议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决议 到底有没有用那样的一个议题一样 就像美国人在联合国跟中国在那吵 对不对 安理会这个决议啊 没有任何的约束力 中国说有 美国说没有 真的是在联合国两国的代表在那吵这个 那联合国和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决议 到底有没有约束力呢 那如果没有约束力 那美国干嘛要表演人道主义精神 直接玩从理法则就得了 大吃小强吃弱吗 直接这么去玩 我强我有理 那美国为什么还要表演啊 人道主义 以色列你不能够再打了 你给这个物资 你给这个巴勒斯坦人加沙地带老百姓物资 美国人为什么要表演这个呀 因为在联合国 然后他要不这样去表演 美国要承受的道义上的压力 其他国家联合起来的压力将会更加的一个大呀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之前跟大家讲 联合国是什么 对不对 然后很多同学说了啊 海鲜地 对不对 是联合国是海鲜地 但是为什么曹操不杀害先帝 夏天子以令诸侯 为什么是一代枭雄曹操的一个玩法 对不对 你要看清楚联合国的作用 看清楚楚怀王 看清楚周天子的一个作用 对不对 没有约束力的话 然后的话 他就没必要啊 给你表演人道主义了 直接玩丛林法则就得了 所以说现在加沙的局势一直往下去发展 巴勒斯坦建国这个事情 连西方内部的爱尔兰和澳大利亚 对不对 都已经联合了起来 然后呢 就是支持巴勒斯坦要建国了 美国人以及以色列人的压力极其的一个大 他压力大怎么办呢 想定一切办法 然后转移焦点 让加沙地区这个事情 然后啊 失去大家的一个关注 他们压力也就降低了 可是呢 他想要转移焦点的时候 这边呢 这边当然要把这个压力给他转回去啊 所以说大家把焦点放到加沙局势里面去的话 这个联合国或者说这个世界 他就会组成一个反美反以色列的这样的一个同盟的一个阵营 其实对于美国来说压力极其的一个大 然后如果说这个世界形成了反对美国的一个势力 那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必然要被挤出去 美国美国啊 从中东地区被赶出去了 然后呢 巴勒斯坦建国也就必然成功啊 以色列就得必然的表现的表现的啊 和蔼可亲一点啊 这就是解决巴勒斯坦局势 中东问题 加沙困局的一个唯一的一个方案 所以说想要解决现在加沙的这样的一系列的一些问题 解决以色列 那必须要解决美国 所以说焦点能不能转移啊 焦点转移这些事情就都别做了 对不对 所以说记住伊朗的敌人是谁 伊朗的敌人是美国 为何是美国 只有解决了美国中东地区的局势才会稳下来 中东地区最大那个问题不是什么伊朗跟沙特争当老大 中东地区最大那个问题也不是伊朗要不要报复以色列 中东地区最大那个问题是要把美国人挤出去 对不对 然后把美国人西方人一直以来玩的什么千年的仇怨 这个东西给他磨掉 大家才能够得到和平 巴勒斯坦人才能得到独立 对不对 美国的影响力出去了 以色列也会变得乖一点 这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 那其他那些议题为什么拼命的往外去扔啊 伊朗怂了 沙特跟伊朗关系又不好了 对不对 互相的拆台了 这些议题他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 看清楚这些议题有利的是谁 你还能够往对于美国和以色列有利的那个方向去引吗 所以说然后解决美国这些问题都被解决了 无论是中东地区的啊 这点事还是俄乌那点事其实都是如此 看清楚俄罗斯与这与乌克兰的这场冲突 你如果看清楚了俄罗斯的敌人是美国的话 这些问题都得到了解释啊 包含伊朗什么怂或不怂 跟怂不怂没关系 他跟什么有关 伊朗的敌人到底是谁他有关呢 他要解决的是美国 他要解决的不是以色列 但是解决了美国也就解决了以色列 同时也解决了巴勒斯坦建国的问题 还解决了所谓的中东地区千年仇怨的问题啊 所以说大家把敌人看清楚 然后也就明白 然后为什么这些事情会发生啊 那未来将会如何发展呢 从王毅与布林肯的通论通话 再加上伊朗一直表态 我不仅仅要单纯啊 报复以色列 我还得报复以色列和美国 你包含现在伊朗 现在这个表态也说了 对不对 然后的话 我不会那么直接的报复这个以色列 报复也是有限的报复 他为什么这样去说 他要把美国拉下水 他不会做一件事 让美国人脱水 让美国人都得脱离开乱局 然后抽身出来了 让美国得一个权势 伊朗不会这样去做 为什么 他的敌人是谁 看清楚 这些问题全解释了 未来如何发展 大家的表现脑筋都非常的清楚啊 伊朗 中国 他的表现脑筋都非常清楚啊 包含沙特的表现 脑筋也非常的一个清楚 所以说只有大家非常清楚 心中那个目标 这个目标 早早晚晚也会实现了 对于美国来说 玩这种小阴谋轨迹 有用吗 别人看透了 是某用都没有啊 大家慢慢看吧 好吧 今天这期就聊到这了 感谢各位啊 好 好 感谢观看